大家好,今天就跟大家來看一個開箱的 這部是一部16GB灰色iPhone 6 Plus 16GB 現在我們開箱來看看 好,首先一部 杯黑色的iPhone 6 Plus 好,來看看我開箱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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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那裡面呢,就有平時的Click Tips SIM卡3 另外也是平時的5屋火牛 還有iAdd EarPulse的 好,來看看這部iPhone 6 好,來看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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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,需要線卡的 那我們把一張線卡放進去先 好,來看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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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們iPhone 6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OK了 设定是新iphone 好 我们现在进去看看相机有没有问题 好 好了 那已经完成了 好 那我们来看看这部iPhone 是行iOS的先 那现在是9月21号 8.4.1 好 那我们也很快去看看 如果去行一些app全新机 它的反应是如何 是非常之快的 好 如果原装的iPhone 如果你没有做过任何事情 其实它是非常之快的反应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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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那这个music app 它一开 就已经代表了是apple music 那 下面有个按针 可以去 go to my library 那 暂时是非常之流畅的 好 今天的开箱暂时是这样 好 多谢大家